这次的事件引发台北关心紧张 台湾方面除了先前派出的舰艇以外 中部地区机动海巡队所属的500吨级以上的台北舰 也出动前往南海护鱼 并且在今天中午12点回到台中港 结束五天四夜的南巡护鱼行程 海巡署台北舰缓缓向岸边靠近 船上的海巡人员不断忙进忙出 确保舰艇可以顺利靠岸 为了确定武器装备没有问题 海巡人员也重新准备二龄机炮 海巡署中部机动队台北舰 今天中午12点回到台中港20号码头 结束五天四夜的南巡护鱼行动 航行中曾距离菲律宾的巴丹岛只有16海里 可以看到一个黑色的岛屿 黑色的岛屿 就是菲律宾在这个附近最大的岛叫巴丹岛 为了让台湾渔船能够安心捕鱼 台北舰也在航行中向渔民信心喊话 而台北舰的船员预计休息三天 直到27号继续执行下个航行任务 没有报前赵伟台中报道